聲音都聽得到嗎 哥哥們 OK 謝謝 剛才看那個廣告啊 你已經美出了新高 真的嗎 謝謝 我覺得自己更自在更放鬆了 那個美就好像不用刻意去表演 去表現它 自然而然 而且其實拍攝當天 也非常的舒服 它是在戲子附近 有一個深刻那附近 有一個拍攝的別墅 這樣子 對 然後加上有 掃地機器人幫我們把環境打掃得很乾淨 所以特別的放鬆 所以現在在家裡都不用打掃了嗎 對啊 其實我早就已經解放我的雙手了 畢竟我已經認識Rubal Rock很多年了 幾年了 三年了 三年了好不好 對 已經三年不打掃了 沒有啦 有些細節啦 好比台面上的那種 還是要自己弄 這樣在家裡跟老公就不應該打掃 會不會打掃 不會 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沒有 我真的只有自己在PQ 自己 像比如說有時候我吹完頭髮 然後看到地上很多頭髮 又受不了 會忍不住想要蹲下來 就是自己撿 對 雖然掃地機器人會來幫幫 可是我就是很想要很及時啊 等它過來的時候我覺得 哎 我動作弄一弄很快 這樣子 但其實我應該學會放鬆 學會把一些事情交給專業的東西來幫助 這真的是我 就是剛剛像那個一開始聊到專輯這樣 我學會的一些事情 雖然我還在這條路上嘛 有時候還是會忍不住緊繃 那現在有越來越瘦嗎 這幾天有瘦一點點 因為比較在忙一些事情 對 因為我最近呢 在忙著五月份那個HIDO頒獎典禮的表演 然後就是要唱跳 就是一直要練舞 睡覺前都在看影片 所以我哪有時間打掃 當然就是要交給機器人 對不對 那我就認真練舞 然後睡覺的時候那個 或者是說我隨時有空想到 我就會稍微動一下 然後就記那個動作 讓身體一直記住這些動作 變成一種很直接跟習慣的反應 人不是在台灣也可以少 人不是在台灣也可以少 之前在那個 就是見面會 就是聽歌會上面 有說記憶阿丁很大 會有遇到低潮 想要好一點嗎 我覺得現在就是更自在一點 更放鬆一點 當然 呃 我的性格是天生的 我很容易就是 會緊張 會擔心很多事情 然後現在我先生也會跟我說 你已經很好了 你不要在那邊追求這些友人 那這個就是我要學習的 雖然我相信未來我偶爾 遇到某些大事件 我還是會緊張 像你剛剛一講 我在音樂會結束以後 我音樂會一結束以後 我又開始在擔心下一件事情 就是我HeadFM 非常典禮的事情 但是它明明就是 明明就是5月25號 就是你知道的日期 你也知道這段時間 你有一個月的時間 你可以好好的練習 但我就會很緊張 我想要趕快把它學起來 趕快解除這個壓力 可是其實沒必要 對 其實沒必要 你就是按部就班 把每一次排練 然後呢 該複習的時候複習 該背的幹嘛 你只要做到 你有做到100分 那最後的就是在台上的放鬆就好 那沒有反應 是粉絲你覺得很慷 有時候要開 嗯 長期太少 哈哈 因為其實有很多安排好的行程 對 所以其實在檔期上面 我當然還是希望有很多 跟大家可以這麼近距離的接觸機會 這樣子 但是很多工作已經排上了 我就是該做的事情 還是要把它做好 你說緊張 就是前一陣子地震 好像是有嚇到 超緊張欸 我被嚇歪 然後我第一個這樣衝起來 然後我就大喊地震 然後我老公被我嚇醒 然後後來我就衝出來 然後我就看著我家的 就是整個在天搖地洞 然後我就趕快衝去 打開我家的房門 打到我自己房間房門 然後第一個時間我就衝去我兒子房間 然後我看 欸 孩子呢 就大喊生 孩子呢 正到我忘記他的名字 我只說孩子 不是說禁寶呢 禁寶 對 然後後來呢我就趕快衝上樓 因為他他在他準備 正在準備要吃早餐 吃早餐 對要吃早餐 然後要準備去上學 然後管家就可以在他在樓上這樣 然後他被訓練很好 這一輩的孩子被訓練很好 他第一時間就是先躲到桌子底下 然後我就趕快衝到桌子底下 然後我就說 我就跟禁寶說不要怕 媽媽在 媽媽超怕 對其實 其實禁寶比我還要鎮定 然後呢 我們家最鎮定的除了禁寶之外 還有就是 就是 就是比我們都還要鎮定 然後後來我現在回想起那個當下 我竟然沒有管我老公 就是把他一起拉進桌子底下 我真的只能發現我的真愛 我已經可以確認我的真愛是誰了 禁寶很想越來越懂事了 他其實比我鎮定 對 然後像前陣子不是半夜又咬一次嗎 然後他不是那個印尼已經往北移了 所以那一次台北也很有感 然後那一次我也是趕快衝過去 然後禁寶就坐起來 他其實也被咬醒 然後他說媽媽有地震 可是他看起來比我還要鎮定 然後我就趕快到他床邊陪他一起睡 這樣子 可以派掃地機器人去找老公嗎 叫掃地機器人去照顧他 趕快去看一下 因為最近就是 Hibi在大陸的地方 有關心他在哪裡 這個事情我知道 然後呢 傅貞他自己已經做出了 回應了 所以我就不再多說些什麼 然後關心當然是我們私底下 隨時都在互相關心 那這件有何體表演 最近啊 倒是沒有 但是有已經約好了下一次的聚會了 哈哈 我們姐妹們很喜歡聚會 對 生人家超開心的 每天都 在玩小孩啊 對啊 你們上次應該有去看到他吧 有啊 他那個幸福阿娘耶 他根本就是超級賽亞人的那種幸福爆掉那種耶 所以我很為他開心 所以他沒有約你一起再生一個 喔沒有啊 他早早就知道我沒有要再生了 約 這可以約的 這種東西也約不來吧 哈哈 那現在很少跟小妖果嗎 你說我嗎 我比較少 我比較少 鏡寶跟妖果玩不起來啊 因為鏡寶 他很大的 他比較喜歡跟比較大的哥哥姐姐們玩 那妖果是另外一種生物 那個玩不起來 啊又不能抓起來玩 那種他又爆不動 對啊 他們可能要再大到某一種階段才會玩得起來 就像我們有一個朋友 他比我早生好幾年嘛 然後呢 鏡寶小時候跟他也就玩不起來 可是後來前陣子他們已經達到一種程度 一個是小四還是小五 啊我兒子小一嘛 他們就會有共通話題 好比討論寶可夢 然後他們就一起連線打電動 還互加好人這樣 然後他們兩個像 一見面就好像大人一樣在聊天 然後我們看著這兩個小 小朋友在聊天 然後聊得這樣 這樣這麼嚴肅上有歧視的 就覺得好可愛喔 就覺得好可愛喔 有多久表演完之後 後面有多久 有沒有一些拍戲的事情 喔 想關心一下 呃 我有聽說有一個 之前拍的一個戲 要開始進入一些後期的製作 嗯 然後我也會參與在裡面 比如說好比配音啊 這些東西這樣 然後呃 所以不知道什麼時候 有機會帶這個新的作品 跟大家見面 然後我自己也很期待啦 因為那時候拍戲的時候 也認識了幾個好朋友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拍戲 今年應該不會有 可是我六月份會放一個長假 然後帶孩子去 因為他過暑假 想要帶他出去玩 這樣子 我們一家人會陪著他 其實今年金屬家已經開始了 有沒有 新專輯有沒有爆 今年來不及啦 來不及啦 那個要爆明年 但是如果 當然可以爆爆看 難得有這樣九年了 有這作品 爆爆看啦 但是呢 做專輯本來就 不是以這個為目的 最主要就是 希望聽的人 能夠得到力量跟安慰 一個月休假 家裡打掃怎麼辦 那就交給Robot Rock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